康彦华 女23岁辽宁人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本科 环境艺术专业 台上的所有企业家们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康彦华 今年23岁 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在学校虽然学的是环境设计这个专业 但是我对表演一直产生非常大的兴趣 在学校期间我也拍摄过一些电影 一些影视作品 然后在大学毕业以后 我也坚持了表演的工作 然后也是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上过班 谢谢大家 回来老师你好 你这是哪口音的 我这个是辽宁丹农市的口音 你普通话说的不标准 普通话说的也行 你是刻意保留了家乡口音吗 时时刻刻就是有时候也 时不时就会带出来的 对就会带出来一点 有多重呢 也不重 就七十多近吧 龙斤 性格挺好的 你一学环境艺术设计的干嘛想去搞表演 哎呀 其实吧 刚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表演 像什么唱歌啊 什么就是演戏啊 喜欢当明星 对当大明星那种 是想出名还是想获利呢 想出名啊 出名有啥好的呢 出名让更多人认识我啊 认识了你又咋样呢 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也许是带来痛苦呢 不能吧 能吗 如果要给大家带来快乐 你为什么不控制一下自己的身材呢 控制一下自己的身材 当一个演员 自我约束性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 你约束不了 特能吃 哎呀 这现在还好一点 之前就是特别特别能吃 说说怎么能吃 因为我喜欢吃那个打糕嘛 其实我们大家一起吃 买了三斤的打糕 然后我一下子就是吃了能有 两斤半 我想吃那么些的 但是因为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就控制了一下自己 心欢啊 对 你平时应该没什么烦恼的 平时没有 就烦恼就是一会就好了 最能刺痛你的烦恼是什么呢 胖啊 我以为是失恋呢 没有 失恋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机会失恋 是这个意思吗 有男朋友 没有 没有男朋友 没有过 嗯 怎么说呢 其实爸不是 没处过 没正常的谈过男朋友 没正常的谈过 对 那非正常的谈过是这样 非正常的话就是说 可能两个人聊的时候挺好 一见面就完了 砸烂的 一见面可能觉得 对方可能觉得我就是 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感觉他照不住你 对 可能有可能是 那燕华为什么你的这个简历上说 你的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和女儿呢 你已经是妈妈了吗 我不是 女儿是我自己 这个姑娘上台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到充满了喜感 而且呢她有自嘲的精神 我觉得这姑娘挺好的 有一点点演员的潜质 因为她比较能放得开 这一点我觉得还 刚开始的时候 还对她蛮有细心的 那你为表演这个专业 你做了哪些准备呢 学习了什么东西呢 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老师 所有的老师就认识我的时候 就都说 你应该去学一学 但是你现在不学的话 你可以去买几本书看 然后我就在他们这见一下 我就两个月之内 一点都不太夸张 买了100多本的表演书 看过多少本 这些看过了能有10多本 不是那么多 你觉得你学的透吗 我觉得我看过的那几本吧 还行 你觉得你能成为一个好演员 我觉得应该能 你现场扮演一个角色怎么样 可以 老公走了 老公走了 对 就在她的坟前 哦 就在她的坟前 一个非常爱你的帐 对 突然之间走了 从前在家里面 你什么活都不用干 嗯 开始 开始 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知道 你以前那么喜欢我 那么爱我 你得了干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 就是因为 因为大夫 他实在忍不了了 他才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啊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太难受了 呼吸对于我来说特别难 但是这次我觉得真的 我自己我也没有想到 当时这种情感到了以后 就马上就哭出来了 我觉得也是真的很 很让我惊喜了 是 我觉得外行可能会觉得 很热闹很好看 但是像我这样的 半内行 会觉得缺少了真正的 舞台表演的基本 都是我不好 我一个人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你放心吧 你再往前走一步 那坟就要被你踏 我发现 他在演戏的时候 没有口音 哎呀 这个孩子你真可爱 谢谢 挺好的 这个孩子他至少他有 他入戏了 他有心理和身体上的行动 就等于是大家 不是看他在念台词 他是把自己也感动了的 但是呢 作为一位专业的演员吧 他其实你还差很多 需要你学习的地方 除了演员之外 别的考虑 别的也考虑 因为做了演员嘛 然后要是在一个工作 片场的工作考虑 对 片场也可以考虑 都可以 咋起咋吧的事都可以干 都可以 就为了表演豁出去了 是 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我上吧 够吃吗 够了 哎呀 那是之前能吃 现在吃不 吃不多少 其实 其实 第一轮选择 徐霍林 还有舞展灯 我先说说 从我这个表演的爱好者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你表演还是有瑕疵的 比如说你在刚才枯坟那一段 有几个细节 你的眼神是飘的 是出戏了 我建议你啊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求职范围 再扩得更广一些 因为影视公司已经灭灯了 今天来咱们不能一无所获 给自己多留条退路 好不好 好 他们不希望影视行业受到你的影响 是这样的啊 虽然你这个选 这个演员的这种局限性会有 刚才讲了 张总已经灭了灯了 那我们企业呢 会给你提供一个类似于 就是讲故事的这样的岗位 就是说 你会把一些产品的利益点呀 包括区域的特质呀 然后会给它讲成一个故事 图C 然后给我们宣传出去 也会用你目前的一个特长 会发挥这一块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 把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呀 放宽一些 不要局限于目前的一个喜好 好